警告 本影片含有大量劇透內容 如果你並未完成DLC鐵枝古王之冠 可能會令你因此失去遊戲的新鮮感 建議你可以在完成遊戲後才觀看本片 上次我們拿了一個高熱棍棒 之後我們就在這個中心部使用 然後就會啟動了很多機關 首先我們去這個高熱棍棒的左手邊 然後你會發現有一個升降機 上到頂之後 你再沿著這條路繼續往前走 走到盡了又有另一部升降機 當你搭這個升降機 搭到頂的時候你會發現有一個門口 在這個門口走出去之後 走到裡面你會發現有兩個虛海 打完它之後 中間的噴火機關是可以啟動的 你只要攻擊它它就會轉 然後你會發現這裡有一部鐵門 在鐵門後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寶物 就是愚者戒指 拿到這個愚者戒指 這間房間還有另一部鐵門 就是通向第二個營火 旁邊這裡的光輝洩營石 我們現在可以拿到 回到升降機的另一邊 打開這道門之後 你會發現有一個巨大的敵人 我們不要理他 直接去搞煤炭之象 然後就把敵人拿到這裡 然後就拿到這裡所有寶物 在最右邊的房間 記得要打滿這些木桶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圓盆 然後就拿到這裡所有寶物 奇力卡拉 這個哪個 還有下一個 接下來我們又回到升降機 這裡有個位置非常隱密 在這裡裡面 你會發現有另外一個寶物 就是叫朝聖象槍 接下來我們回到剛才升降機的部分 然後我們發現中間這個位置可以跳進去 跳完進去 你會發現有一隻結晶色役 另外還有兩個光蟲 拿起來 然後我們回到剛才的升降機 然後去到頂 這裡我們就等升降機 當升降機來到 我們就向著這場 猛地按確定制 或者圓圈 之後就會打開了一道暗門 這裡暗門裡面 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寶物 叫做柔魂之皮 拿完這個柔魂之皮 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升降機的頂 然後呢 就向右手邊走 那進去 你會發現有些牛頭的裝置 我建議先攻擊它 那呢 之後下來都會有些敵 打完它 然後我們就上二樓 二樓也是有個牛頭裝置 我也是建議攻擊它 因為呢 你攻擊它之後呢 可以炸爛到 中間的木桶怪 從而殺了敵人 另外啊 講一個小知識給你們知道 就是啊 在這裏呢 其實呢 那個牛頭是可以射回頭的 真的說你也不相信 那當你搞定這裏的敵人的時候 千萬不要忘記 引一隻木桶怪去這個位 然後呢 從而是炸爛了這個 這個 牆 然後裡面呢 是有一隻戒指的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在這個房間的盡頭呢 還要有四個的熔鐵之蟀 之後呢 我們回到第一個營火附近的這個升降機 呢 還要拿到這個空鳥戒指 之後我們回到中心部啊 記得呢 把人頭變成這個油魂之皮 然後沿著這條路走 走到這個鐵鏈那裏呢 你會發現呢 會被這個 暗靈 暗殺者馬雷達入侵的 我們不要理他了 然後我們下去 先處理煤炭之象 當我們處理了煤炭之象呢 這裏的敵人呢 就容易搞很多了 這樣啊 都是同樣的道理啦 搞定這些敵人去 然後啊 拿到那個靈魂 繼續落 落到底呢 你會發現你被人暗算了 這樣呢 這個時候都是 逐個擊破 之後呢 擊破完呢 我們再下去 開了這個寶箱 裡面就會有呢 第一集DLC其中一個大佬 阿爾特劉斯的武器 就是榮華大劍 他呢 榮華大劍真的零射不同 他的攻擊模式 OK好爛啊 那在這裏呢 我們有請呢 這個高質戰士來示範一些東西 就是呢 當你二刀流 拿這個榮華大劍呢 再用他左手的重攻擊 你還會出到一招 超級無敵 超級無敵 超級有型的招 多謝你啊 高質戰士 你可以回家了 這樣呢 我們是不是忘記了這東西呢 啊 對了 馬雷達 這傢伙真的很賤 因為他會走的 但是當他走呢 你射一箭 毒箭 他又會回來了 那他走呢 你射一射去 他又回來了 他就會不上不下 但是注意啦 他是會丟那些劉酸瓶的 那當你射到這裏 射到這裏 射到這裏 其實他也不難去解決 那之後我們就會回到中心部 走右手邊的電梯下去了 那下去你會發現有一個入口 沿著這個入口下 你會看到有三隻這麼巨大的敵人 都是說那一句 要麼就用遠距來攻擊 要麼就近戰 真的說完等於沒說 當你打完這些巨大敵人之後 就在那裏撿撿撿撿撿撿 撿了所有的寶物 千萬不要不記得這個塔之藥士 是這一條 那接下來你也是撞散了那些灰象 之後就可以拿到另外 都是這樣的 然後拿了所有的東西之後 我們就繼續沿著這條路 你會發現它有上下兩條路 懂得走一定是走上面那條 走上面那條之後 你會在這個盡頭找到一個叫做 力之戒指的東西 拿完之後 這裡就是不停在那裏掉落 攻擊 掉落 攻擊 再掉落 再攻擊 打一打一下 你會發現 有些地下是有奇怪的 千萬不要踩上去 如果不是你們就知道了 那繼續落 落到一個位 你會發現這裡 是可以在這裏下去的 那你站在這個位 其實同時間 也代表你站在這個世界的頂端 因為你可以在這裏射個戰 但是如果呢 喜歡刺激的朋友 也是可以打近戰的 打完它之後 再開這裏閘 這裏記住記住記住 千萬要忽略 不要管你們見到的敵人 千萬不要管他們 繼續走 當他們不在這裏 因為你現在是打不死他們的 那走到盡 你就沿著這個升降機落到底 就會見到一個霧門 沒錯 這個霧門就是最終大佬的霧門 旁邊是會有一些煤炭之象的 都是同樣的道理 處理它 吉 吉 吉 以及吉 那記住 都是要拿回靈魂 走到盡頭你會發現 有第四個營火 開完它之後 你在營火旁邊會看到 鋼之艾利 然後在霧門面前 就會有這個 悔冥的卡里昂 接下來當然是打大佬 但是呢 我也是建議 我會用一個人打 讓大家很明白這個大佬的招式 建議食法如下 首先這個大佬是怕雷的 你可以帶好多的黃金蟲枝 第二 你要裝備這個原者戒指 因為在這裏 鋼是非常有用的 你看一下 還有啊 當它出這招 這樣衝過來打一劍 就是一個攻擊時機 另外啊 這三下 然後再出這個大劍 都是這個攻擊時機 吉 又是攻擊時機 在這裏 在這裏 可以補血 攻擊時機 在這裏 通常呢 我們都是等它出了大動作的招式 之後攻擊 其他呢 都會用滾來滾過去 例如是這樣 假如它不出大劍 你也可以攻擊 在這裏 都會再試一次 它又不出大劍 又斬一下 然後滾走 其實真的挺厲害的 都是啦 大的攻擊呢 你是可以在中間 呃 補阿能源 或者打它 如此類的 這裏 也是可以打 那打到這裏 其實它就會變成第二個階段 在這裏講一講 一個小知識給大家知道 假如呢 你用這個黃盾的頭盔呢 進入這個大佬這間房 這個燕之騎士 沒錯 其實它真正身份是雷武 它一看到你黃盾 它就會比辣雞 將它的劍立即上火 那其實在第二個階段 就是它用火劍的時候 是不難打的 基本上就是趁它這個衝前一擊 可以攻擊 這個噴火是不可以攻擊的 你或者如果 偽高人膽大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我不建議 這一下也是不能打的 因為也是很危險 只有這一下 和剛才前衝那一下 是可以攻擊的 記住 你一定要緊守這個規矩 當你緊守這個規矩 你基本上是很少有機會 是會死的 這一下刺地下 是要保持距離 之後滾過那些火頭 記住 這個可以攻擊得 這個是不可以攻擊得 就是這麼簡單 只有兩個動作可以攻擊 只要你跟著這個規矩 打贏它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當你打贏它 你除了會得到它的靈魂 還有這個拿德拉的靈魂 接下來我們還要拿鐵之古王之冠 是啊 我們已經拿了一個冠面 這一集也差不多了 在這時候我又要跟大家說聲 拜拜 還有古王的冠面帶著一絲微溫 拜拜